歡迎收看7月19日的明報5點半新聞直播 聯邦政府今日公布了解除國際旅客入境限制的時間表 聯邦移民部將於明天下午公布今年父母組父母擔保計劃的申請情況 安占今日的新增個案有130宗 多倫多18宗 皮移區有17宗 若一區有8宗 聯邦衛生部長海盜今天下午宣布 由8月9日凌晨零時零一分開始 已完全接種加拿大印海疫苗超過14天的美國遊客 即使他們進來作非必要旅遊 當他們入境時無需再隔離檢疫14天 到了9月7日時 世界其他地方的入境者亦都按這個規定辦理 但所有旅客入境前 還要提供入境前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所有旅客在登上飛去加拿大的航班之前 仍然需要通過Arrive Can的手機程式 提交核酸檢測結果和疫苗接種證明 而且還要隨身攜帶疫苗接種證明 以便入境時向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官員出事 旅客入境時仍然要填寫隔離計劃 以便一旦被驗出對新冠病毒呈現揚性的時候 可以按照他們的計劃進行隔離 和入境旅客同行的12歲以下小童 聯邦內政部長立布朗說 按照首席醫療官譚詠詩醫生的建議 他們的子女是不需要隔離 但是他們仍然要遵守省級和地方政府的防疫規定 這些小童入境之後 應該盡量避免去到學校、日託中心 或者人多聚集容易受傳染的地方 這些小童外出的時候也應該戴口罩 從8月9日開始 哈利法斯、灰北克、屋泰華、溫尼柏和愛蒙頓的機場 也會添加到去允許國際航班升降的名單裡 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旅客 原則上他們不需要再進行入境後的測試 除非他們被隨機抽氧抽中 接種了未獲加拿大承認疫苗的旅客 仍然不可以在9月7日之後來加拿大旅遊 衛生部長凱陶說 加拿大必須堅守國民辛苦取得的成果 也會繼續密切監察其他疫苗的數據 按時作出調整政策 他說 衛生部是聽取了公共衛生部門官員的專業意見之後 來作出這些決策 主要是考慮到接種疫苗之後的有效性 聯邦運輸部長艾成智說 航空公司是會負責拒絕那些未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登機 而由於加拿大延續了對印度的禁飛令到8月21日 所以 9月7日的國際關卡開放 會不會包括印度在內 目前仍然未知 疫情期間 為人為己 記住保持社交距離 戴口罩 勤洗手 喝多點水 喝乾淨水 當然是瓦街淨水 根據省府 發表專上學院的一份備忘錄顯示 今個秋天9月 新學期開始的時候 教學基本上可以恢復正常 課堂不限人數 學生之間也無需保持社交距離 但室內活動戴口罩的規定就會繼續 另外 各間學校也要與當地的衛生部門合作 在校園內設立疫苗接種診所 和無症狀新冠病毒快速檢測站 岸山專上學院及大學廳廳長鄧樂普說 由於疫苗接種進度理想 所以決定重開校園時 恢復正常的教學生活 不過具體的教學方式 就由各間學校自行決定 學校可以繼續網課 給學生多一個選擇 Quins、Weston等大學 已經計劃完全實施面授課 而McMaster、York等大學 就會實施面授和網課相結合的教學模式 鑑禦疫情為師生的身心健康帶來衝擊 省府亦鼓勵各間學校 撥出資源為師生提供心理健康輔導 聯邦移民部長馬首樂今天表示 加拿大的大門為世界各地的國際留學生重新開放 歡迎他們再一次回到加拿大繼續升學 不過他們必須具有大專院後的修錄證明 同時他們必須將個人的信息資料上載到AdviveCAN手機程式 如果他們已經完成兩劑疫苗的接種 就必須將數碼版本上載到程式裡面 同時隨身帶備認可的英語或法語的譯本 他們也必須在登機前72小時內完成PCR的檢測 並且有陰性的結果 他又表示未完全接種疫苗的留學生 必須有一套隔離方案 我是RD Uptown總裁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省至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隨著疫情受控 加拿大的入境限制逐步解除 聯邦移民部也重啟父母組父母單部計劃 聯邦移民部長馬首樂 將會明天下午公布今年父母組父母單部計劃的申請具體情況 移民部組前一部疫情 一直未公布今年的申請方法 和未開放今年的申請 立足加拿大數十年的嘉雄移民集團 曾獲最信賴的移民公司優質品牌大獎 請立刻撥打電話416-609-800-200 香港專線9100-1087 多人多有一位律師創立了一個網站 幫助市民找到正是要求員工 或者客人提供疫苗接種證明的商業 律師莫塔勞上個禮拜推出他的網站 Save to do 他在上告列出了 所有員工已經完全接種疫苗 或者正是要求客人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的商業名單 莫塔勞說他的想法主要是想幫助居民 或者商業達成願望 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程度的風險承受能力 我想提供這些信息可以幫助市民 可以在自己個人風險承受能力範圍裏做決定 他又說我認為市民確實是需要這些信息 而我是用一種簡單方便的方法 將信息集中起來 目前並沒有太多商業應該怎樣做的指引 莫塔勞說他推出的網站已經收到一些負面回應 他收到一些反對戴口罩、疫苗接種、疫苗接種護照 和封鎖措施的人的信息 這些信息威脅要針對名單上的商家 聲稱不會光顧他們 也會在線上做一些負面評論 多倫多一間法國餐館就在名單之上 店主說他正考慮要求希望在餐廳的客人都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他說安省政府有責任向商業提供公共衛生指引 但是政府並沒有敢做 530的記者今天聯絡過 名單上的兩間韓國餐廳 其中有一間位於燈打市西街 餐廳的員工說 我們沒有聽過老闆要求 入來的客人必須接種疫苗 店前也沒有貼出這類通知 我們的員工已經接種了疫苗 而且按照政府要求去做防疫措施 另外一間位於布魯瓦西街的韓國餐廳負責人說 我們對於顧客的要求 完全是忠照政府防疫指導 包括要求客人戴口罩 做體溫測試和用洗手液消毒 對於客人接種疫苗 政府只是建議我們並沒有強制要求這樣做 最近有報導指聯邦政府 曾經在多倫多皮疑信國際機場 對旅客使用人面識別技術 聯邦政府在16年 靜靜地是皮疑信國際機場使用人面識別技術 計畫進行了6個月 用來幫加拿大邊境庫務局 識別試圖用假身份進入加拿大的人 這個計畫是至今為止 而知是加拿大的最大部署 據報導人面識別系統有31個鏡頭 準備入境的旅客 面部會被全方便掃描 然後他們的容貌就會從數據匯入變 不簽個被加拿大政府 驅逐出境人員的面貌促行匹配 一旦電腦發現有匹配的人物 涉嫌人士就會立即被請進小黑屋 著進一步的審查 一旦經過最後確認就會被驅逐出境 CBSA方面說沒有人因此而被驅逐過 而且人面識別技術 不是旅客是否可以入境的唯一標準 這個人面識別系統的製造商比試 在試驗計畫期間 每天有約晚5至2萬個旅客被系統檢驗 在半年內 有約295萬個旅客接受系統檢驗 天氣報告及油價由華創公司特約贊助 多倫多今晚氣溫19度 明天平均氣溫78度 今晚油價136.9 明天預計會無聲跌 現在看看香港新聞 是三個港府高官違反限罪令被票控事件中的另一個主角陳芬 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被控企圖強姦 控罪指陳芬在2021年3月2日晚上 在泡馬地一個住宅單位企圖強姦女子X 陳芬由陳任律政司前副刑事檢控專員的資深大律師黎遠基 大律師關有黎和大律師江小青代表 裁判官黃正如將案件納後至7月30日再信 以定下初級徵訊的日子 被告准二十萬元的現金保釋外出 期間不可以離港 每個星期需要去到警署報道兩次 散停後 傳媒用廣東話和普通話問被告 案發當日有沒有出席在灣仔的飯局 和誰出席等 被告都沒有回應 他身邊的一個男人就說陳芬不會答任何問題 傳媒追問這個男人是否被告的秘書、律師或恆大的職員 他都沒有回答 傳媒又再追問被告是否恆大集團的高層等 被告仍然沒有回應 隨即上了一輛 由中港車牌的試駕車離開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祖泰拿在接受香港無線電視訪問的時候說 港區國安法在香港實施之後 商會會員相信香港未來的營商環境會更好 他不建議美國企業撤出香港 但是香港已經進入了新常態 中美關係緊張 在香港的美國企業也都的確是面對新的挑戰 有1,400個會員的香港美國商會 最近還用了8,000多萬買入位於中環鑽石會大廈的物業作為永久會子 祖泰拿說 香港對國際企業來說 仍然是一個非常好的營商地方 雖然我們見到變化 香港仍然有它優質的基建 自由流通的網絡 如果不是新冠疫情 香港和全球很多地方 都有很強的聯繫 包括中國內地 尤其是重要的市場 他說到現在 看不到在香港註冊的美國企業數目有大幅下降 商會亦都不建議在香港的美國企業撤出香港市場 較早的時候 美國國務院、財政部等多個部門 日前向在香港的美國企業發出警告 提醒在港區國安法下 在香港營商的風險增加 包括可能會被電子監控等 祖泰拿接受無線訪問的時候說 有關的警告是不尋常的 他說美國過去在香港的貿易裡 賺取了大量的信叉 如果因為這樣而受到影響 是會很可惜 他認為今次的警告 是可能會影響到那些潛在的投資者 被問到港區國安法是有利 還是會損害美國企業在香港的營商呢? 美國有國安法 那是不是也應該容許香港也有國安法呢? 祖泰拿說 這些問題太政治化 不應該由他去回答 他認為政治是不應該介入商業的 今次這首歌叫做《不可愛教主》 有一個兩大名的解讀 一個叫《不可愛教主》 和《不可愛教主》 第一個解讀 當你很想念一個人的時候 但是你又繼續要 你又知道你不可能和他在一起 還有 你知道沒有機會 但是你還很想守護著他很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時光 那種寂寞 但其實你還是很喜歡他很愛他 所以你自己很深知你不可愛 就是你不可以愛你心目中的教主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教主的意思就是你喜歡那個人 那個人就是你教主 第二個解讀就是叫做《不可愛教主》 這個解讀就是比較一個 比較絕望的state of mind 就是一個 你已經知道沒有可能 而且你是想放棄的 你是想和自己說要放棄 所以你就不停去麻醉自己和自己說 這個教主不再可愛了 不可愛了 你要不停地和自己說不可愛了 他已經這樣 自己本身的愛情觀是怎樣 我自己愛情觀 其實我有沒有一個很獨特的愛情觀 反而是 我自己聽這首歌 我自己是比較偏向第一個接觸的 就是我覺得 因為這首歌本身是一首大叔的我 是甜美曲 其實也是一個由阿牧的角度出發 所以他第一個解讀是比較像阿牧的 都是那種他很喜歡阿田 而他明知阿田未必當他是一個很 100%情侶的感覺 但是他都很願意去守候著他 而且很願意陪他 所以他明知這個教主是他不能夠愛上的 但是他都會繼續愛他 你本身遇到自己的心意 會不會都是你手歌 那麼麻木的愛 連對方的缺點都很喜歡 那些 絕對會 我想 每一個人都是 很理性的 不會 其實不會 如果你真的喜歡那個人 我想 在你眼中 其實他所有的缺點 都應該會變成一個 你覺得都很可愛的一個位置 但是都要視乎那個缺點 是有多麼大的缺點 但是 譬如 在阿牧的生活中 阿田的 蜜蛇 的不小心 其實是很可愛的 所以你覺得這些可以接受 是啊 也不是一些很重大的罪行 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 還是要具備什麼條件 嗯 孝順 我自己覺得和家人的溝通很重要 尊重家人很重要 然後有上進心 因為 我自己覺得有上進心 代表你是一個人有目標 有一個 鬥志去 追隨自己很喜歡的一個喜好 自己喜歡的東西 外表和手要條件 絕對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 我都不在家人 你自己有沒有心目中的女神 沒有 其實暫時現在都是 真是很老套的說法 但是都真的 在工作線 因為其實現在每一天 都是很充滿工作的東西 其實沒有時間去理其他事情 即是即是 不要說拍拖 其實根本沒有時間 跟家人去吃餐飯 即是即是自己生日飯 都沒有跟家人吃 所以 即是這段時間 都不想這些 是啊 因為專注完工作 有時間留給家人 是的 你宿精愛就令你人氣爆燈 有很多人就被你 這個暖男的角色吸引到 你自己本身是否一個暖男 我想我精神上是比較細心的 精神上 精神上 因為我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很多時候身邊的朋友 都會很主動去突然打給我 或者找我和我談心事 去問我一些提示 我又很樂意 就算聊幾個小時的電話 我都會聽他的聲音 或者給他意見 即是你一個時空 都可以這樣說 真的 這樣 所以 但是可能生活上 我就一定沒有阿牧那麼亂男 因為 至少我煮東西吃 我一定不會他那麼厲害 家頭細母 家頭細母 其實我也很少做 因為其實現在 根本 在家裡的時間 就是睡覺的時間 所以其實 除了整理自己的房間 整理自己的衣服之外 其實很少機會 真的可以做到家務 那邊也有和Edan Kiss的 你自己 當時也有掙扎過 沒有掙扎過 就是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感覺 還有很緊張 因為 我從《造星I》 拍前傳MV的途中 剛好就是和呂俊 一起坐 坐一輛旅遊巴去拍MV 就是當時認識 所以其實我已經認識了他 我想四年 三、四年了 但是 一向跟他一向的相處 都是一個很幼稚 打打麻麻的 best friend 感覺 但是沒有想過 突然間要在兩個月之內 要做了一個情侶 或者我單方面看著他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很吸引的情人 所以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你說自己最大的轉變 最大的轉變 膚淺一點就是髮型 因為其實我頭兩年 都是同一個髮型 只不過是不同髮型 都是一個很整齊 很編很順直的齊音流海 都維持了兩年 其實是大叔令我開始去開界頭 開界頭 開界頭 大家心形頭 還是鬥好頭 鼓好頭 你們喜歡怎樣叫他 但是 那時候大家都說 你開界好看 我不是覺得好看 但是我接受 因為我覺得拍劇就是 你配合那個角色 導演覺得你這個髮型是對的 我就可以的 我就去馬 但是慢慢拍劇 就是如果拍劇要你光頭 可以可以 完全沒有問題 只要那個角色性格是對的 還有是make sense for a good reason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而來上 我覺得心態上 我覺得自己強壯了很多 就是面對著可能 大家的批評 我用了一個不同的 approach 去看大家的一些 可能比較不好聽的一些說話 因為很多時候 出到頭一年是比較介意在意的 但是現在呢 我自己覺得 我看到一些不好的 comments 其實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覺得很 我覺得是很有用 因為譬如 一個比喻 可能 不是比喻 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可能大家有時候會覺得 你很厚奮 你很濃壯 才算 但是可能字眼上 沒有那麼好聽 但是 其實 他講得出的話 就是他覺得是一個問題 所以他講得出口 我就要去分析 究竟我否認識他這個角度 如果原來我心裡都認識 那為什麼 人家其實就是提醒你 你可以有改善的空間 那我就 如果在化妝方面 我不要每次都這麼濃妝 可能在適當的場合 才化適當的妝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提醒 就是 不要永遠只是 專注在好的評論 也不要只停留在自己的談論上 就是 當別人給評論 給提醒你的時候 你自己都要忠肯地去 自己想一下 多謝大家看到最後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和讚好 繼續支持我們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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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